这只生吞小蛤蟆的水质 打破了我对水质只会吸血的刻板印象 原来水质不仅会吸血 还这么喜欢吃肉 还没感受到自由的美好 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 不远处 一条黑色巨型水质盯上了他 看着体型 这位人兄绝对是个惯犯了 巨型水质身上占有五对眼睛 然而遗憾的是 虽然眼睛这么多 却无法形成图像 一般主要用嗅觉和味觉来寻找猎物 通过探测振动的方式 感知猎物的存在 至于水质为什么挑选幼年蛤蟆当猎物 只因他们涉事未深 只有在水质已经来到他们身边 才发现危险来临 慌忙逃命 但是很显然 金岩老道的水质丝毫不慌 他一路跟踪着小蛤蟆 来到了对方的大本营 趁其中一只不备 一口将一只小蛤蟆吞入腹中 动作这块令人震惊 一只小蛤蟆是无法填满水质的胃口的 接下来的捕猎 犹如一场酣畅淋漓的自助餐 那么问题来了 就没有炙口脱险的小蛤蟆吗 还真没有 水质身体灵活两端都能抓食猎物 不仅如此 它还长有三副牙齿辅助进食 咱就是说 那些刚刚孵化呆萌可爱的小蛤蟆 哪里应对得了这么厉害的水质 刚出社会就被送进了投胎之门 然而水质不是蛤蟆还不是最神人的 这只躲在水下的龙狮幼虫 可以说是相当精明的 只留一个尾巴在水面保住呼吸 没错 人家就是用屁股在呼吸 一旦有猎物进入攻击范围 它就会让对方重新投胎了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再精明的捕食者 也很难逃脱被捕食的命运 睡牙角株通过水面的震动 感知猎物的存在 好巧不巧 龙狮露出水面的尾部 就在它的感知范围内 可以说是严格的一环扣一环了 这个发着绿色荧光的小秋 是白蚁的巢穴 莫非是这群白蚁变异了 其实这并不是白蚁身上发出的光 而是白蚁终结者 迎扣甲虫发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磕头虫 这种会发光的磕头虫 大部分分布在南美洲 在漆黑的野外 它们身上发出的绿光 亮度可以达到烛光的二十分之一 比星辰还要耀眼 每当春末夏初 白蚁举行昏飞仪式时 这种头顶绿光的甲虫幼虫 就会来到白蚁巢穴 然而它们可不是来当证昏虫的 而是来享用自助大餐的 甲虫幼虫寄居在蚁穴最外面 只要那些长着翅膀 憧憬美好新婚生活的白蚁 想要飞出洞穴 就会被迎扣甲幼虫的大嘴 一口咬住给拖了回去 将它们吃得骨头渣的不少 有时候迎扣甲还会利用自身的绿光 引诱青年白蚁来这里相会 然后趁机将其补食 我都不说 迎扣甲幼虫是真狠 不仅免费住了人家的房子 还吃掉了房东 妥妥的白蚁虫 刚难以置信的是 迎光甲虫的劳累行为 将持续一整个余计 不过好在每次昏飞的白蚁数量众多 即使有一部分命丧虫口 还是会有一部分能够逃出生天 反应后代的 所以上一年来 两种生物也不会相爱相杀到现在 当然与白蚁找对象结婚 需要历经生死考验不同 他们的表兄弟牧蚁 可以说是在长个余计 都是无敌的存在了 牧蚁喷射底酸 能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 然而牧蚁本身 也是非常凶猛的捕食者 群体捕猎的他 在猎物还活着的时候 就会将其强制投胎 据统计 一个牧蚁巢穴 一年能吃掉六百万只昆虫 聪明能干的牧蚁 不仅喜欢捕猎 还涉猎了畜牧行业 就像人类喜欢牛奶一样 它们会保护躲在树上的牙虫 从此获得牙虫蜜露 一个牧蚁家族 每年大约消耗五百斤牙虫蜜露 这应该是自然界 最阅暗的肉食主义者了 幼虫时期的萤火虫 会捕杀蜗牛 蚯蚓 或者罗贝 来满足自己的饥饿感 并且手段极其残忍 以蜗牛为例 幼虫会通过上颌 将分泌液注入蜗牛体内 在体外将蜗牛消化分解 然后一夜而尽 多只幼虫会共享一只蜗牛 此外 有的萤火虫幼虫 生活在水里用筛子呼吸 它们也会捕食水生蜗牛 和其他软体动物 虽说童年时期 有过这样一段黑历史 但是羽化蜕变成虫后 它们便会洗腥隔面 很少有在捕杀其他动物的记录 但是有一种萤火虫除外 成年后的萤火虫 一般都是通过身上的荧光 找对下的 交配时期 每一种萤火虫 都有自己的闪光模式 用于交流感情 仍然有一种雌性萤火虫 它们能够破解 并模仿其他萤火虫的闪光模式 引药其他种类的雄性萤火虫 进入自己的范围 成为雌性的晚餐 不得不说 不图对方的DNA 而是缠对方的身子 这种行为真的很可怕 事实再次证明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保护好自己 不仅如此 这类萤火虫 还嚣张到 经常偷抢隔壁蜘蛛的猎物 有时候 萤火虫能拖足够长的时间 吃掉被丝包裹着的猎物 有时候 蜘蛛会抓住萤火虫 把它和猎物都滚在寺里 可以说 双方有胜有负 除了这种 偶尔送到蜘蛛嘴边 主动给它加餐 自然情况下 蜘蛛也会主动捕食萤火虫 其实除了蜘蛛 萤火虫还有许多天敌 为了避免被吃 它们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 比如血液中 还有荧光素 这是一种味道恶心的 防御型肋骨唇 当捕食者抓了它们 进食使用会有难吃的味道 从此让捕食者知道 它们并不好吃 然而这一招并不是刀有效 有些青蛙就非常喜欢吃萤火虫 有时候吃多了 自己也会发光